国境解封 Everybody都往日本冲 这个是王靖 这个是曹佑宁 哎呦 这么就这么刚好嘞 2月20号这一天 静哥哥也在进度清水寺 这甜蜜的粉红泡泡实在太美了 一斤够实锤两人脸啊 但我们还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能够掠荷怎么学姐的男人 私底下到底有多么贴心嘞 我很吃苦 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他可能会吃狗食吗 2月16号下午3点多 曹佑宁独自牵着王靖的爱狗看集 从王靖的家中走了出来 手上还拿着一块狗狗的尿盘 还提着一条毯子 接着曹佑宁咻一下 开着车到永和四号公园 一起追赶跑跳泡 看集非常的兴奋 沿途看到二财还忍不住 凑上钱去交个朋友 接着开始 在公园重来又充斥 曹佑宁则在一旁紧紧看照着 时不时低着头花手机 就像是个称职的六瓦奶吧 而堪吉似乎也把曹佑宁斗奏 小四点多 曹佑宁把他带到宠物公园的门口 要帮他拍照 也是相当的配合哦 接着离开公园 这是堪吉一个回眸 哦真的超级萌 最后曹佑宁带着堪吉 前往一间宠物旅馆 才终于完成他的男友任务 原本以为曹佑宁接下来会直接回家 没想到却绕去景平路上的一间烘焙房 出来的时候呢 左手一直握着大衣的口袋 哼 果不其然啊 忘记不久之后就在IG分享 正在吃被鸭的有点扁的面包 在几天之前呢 也就是2月12号的下午5点左右 曹佑宁结束工作之后呢 开着车 到一家高尔夫球练习场 不过迟迟不肯下车 一片漆黑之中 仔细一看才发现啊 原来他是在跟王靖视讯通话 王靖的脸把手机萤幕塞得满满 两人有说有笑的模样 可以说是相当甜蜜 台面上爱得小心 私下传情动作频频 也恭喜王靖学姐 继林博瑞 王博杰 宋博伟之后 终于打破根有博的男性放闪 如果修成正果 喜帖也要记得发给我们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人 他也有时 他不和谎 通过